我現在被人罵,我來英國 只是拍了一些片,但又不說話 我現在就說說說話 要說一點點 我今天就去到溫布萊球場看球 其實我到英格蘭球隊 記憶都停留了,還在碧鹹的階段 所以我真的 純粹是想看不一下 因為你去到英國 英超,你沒理由不看 不看球的 所以我就來到溫布萊球場 我就預計在這裡 訂了一個停車場 在這個Red Park 這裡 就可以在這裡 拍了一輛車 預早的時間就在附近,想要吃東西才進去看 其實我也沒話說 我這次的目標 是希望可以來到這裡 可以買到英格蘭球隊的頸巾 所以 我到處找找找 到處找找找 我發覺Nano旁邊有一個叫做 倫敦Designer Outlet Outlet當然是Outlet 我想進去就不是掃貨的 吃東西而已 大家知道我很煩的 我只是吃齋的 在英國吃齋 是不是很煩? 其實在英國吃齋是不煩的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餐廳裡面都會好好的 會有一兩個是專貨素食者吃的菜式 所以我反而在英國沒有在香港那麼辛苦 剛才吃完那一餐 那一餐中間一個是千層麵 我現在才知道 千層麵 跟著那個不知什麼球 還有我不知道自己吃了什麼披薩 我發覺可能因為快要開球 所以這裡的商場是超級多人排隊吃的 那我現在就做下一個任務 就是去找英格蘭球隊的頸巾 剛才我看到餐廳裡面有人帶 我現在也要去找一下 其實我早就在球場附近 但是為了買這條圍巾 我要走回去火車站的方向 現在的氣氛是非常旺盛的 然後之後呢 老實說 今天我只是在英格蘭 但是對哪一隊我都不清楚 然後現在我就在火車站 走回去球場那裡 那我都買了的 我買了兩條的 一條英格蘭隊 還有這一條是今次比賽的一條頸巾 嘩 那都叫成功達成了一個任務先 但是呢 這裡有些人痴痴地先 就是搞到好像我有問題 我發覺很多人穿背心 不知道為什麼 還有很多人背著英國站進來 好 感谢观看